所以你要记住 这句佛号是德本 事处事件 万德之本 你不是要记得吗 记得怎么集乏呢 念佛就是记得 集大德 集圆满的大德 集事处事件大德 不能不知道啊 日夜不能间断了 刚念的时候会断掉 那叫失念 竟然失掉了 什么时候警觉起来赶紧恢复 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念上个一年两年 慢慢就熟了 熟了之后他就不会断了 不念的时候 佛号也不断 阿弥陀佛在心里头 他也不断 一定要不得养成 如果你觉得 2012这个灾难是真的 觉得很迫切 那么你的客期确证 在2012 12月之前 我一定完成 完成什么呢 完成一心心 这个灾难对你来讲就化解了 灾难现前 你就不会遭遇这个灾难 如果你跟众生有同分 业力 那不要紧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你统统具备了 灾难死亡的众生 每一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 那去西方极乐世界 无比出身 要知道 这是虚空法界 许许多多菩萨 梦寐所祈求的 没有缘分 没有到 我们遇到了 这一三当中 也能不成就 也下定决心 非成就不可 那就是 眼前这些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留成 彻底放下 我不要了 这玩意带不去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一样带得去 阿弥陀佛 善心善意 带得去 带不去的要放下 你的心 会一天比一天 亲近 一天比一天 发喜充满 我带不去的 好 好 好的 好了 好 好 我